世界奇案之一 2013年的兰可儿案 现在说起来还让人毛骨悚然 一位年轻的女孩 在电梯里边 做出了各种怪异的行为 然后就消失了 看上去十分恐怖 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的一样 一直到二十多天之后 尸体才被找到 无独有偶 在台北也曾经出现过一件这样 诡异的电梯失踪案 在2008年的1月20日 台湾彰化 深夜 路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一名中年女人 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来到了园林财经大楼 大楼的管理员称 他们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这儿的 看起来应该是一对母女 二人神色匆忙 似乎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 考虑到是深夜来的陌生面孔 管理员上前询问了来访的目的 妇女声称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管理员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是一对妇孔也干不出来什么坏事吧 于是就没怎么详细问 放二人进了楼 自己呢就回到了值班师 第二天凌晨 管理员下班前忽然想了起来 那对母女到现在都一直没有下楼呢 于是她调出了电梯的监控录像 看了这段录像以后 她感到一丝恐慌 这段诡异的录像里显示 中年女人带着小女孩走进电梯之后 按了十一层的暗影 脸上的表情依旧是刚刚进入大楼那种 慌张和焦急 接下来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她将身上的红色外套脱了下来 鞋子也脱了下来 丢在了一旁 不仅如此 她还把小女孩身上的粉红色外套 也给脱掉 很快 十一楼到了 女人拉着小女孩快步地走出了电梯 在电梯里做出了这么奇怪的事情 管理员也是第一次看到 她感觉到毛骨索然 然后她连忙赶快去调取了 楼道的监控录像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录像里空无一人 根本没有那对母女的影子 她们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女人为什么要在电梯里边 脱掉鞋子和外套 为了让自己无牵无挂地跳楼自尽吗 母亲最关心的就是孩子 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面 脱掉孩子的衣服 又是为了什么呢 最让人恐惧的一点 是这对母女的衣服颜色 红色 想到这里 管理员不敢再往下想了 她赶快报了警 警方接到了报案以后 迅速地赶到了案发现场 看过了监控录像后 警方觉得 这对母子的行为很怪异 轻生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赶快组织警力 到大楼的周边进行搜索和查看 因为警察认为 假如说二人确实要轻生 那他们一定会坠落在大楼的附近 然而经过很多调查以后 仍然是一无所获 同时警察也询问了附近的居民 但也没有人见到过这对母女 也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接下来警察围着大楼搜寻了很久 还到楼顶上从上往下地观察是否有异常的情况 依旧是没有任何收获 周围的一切都非常正常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更别说是跳楼的痕迹 这让警察们一朝莫展 于是警察们开始改变了一开始的思路 或许事情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糟糕呢 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要跳楼吧 或许只是他们诡异的行为造成了我们的误解呢 于是警察们又调取了大楼的各个出入口的监控录像 诡异的事情又发了 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以后 警察们依然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离开这座大楼 依然在这座楼里边 警察们又开始担心起来 或许那个女人确实是想要自杀 只不过她所选择的方式并不是跳楼 而是其他 俗话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为了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下落 警察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搜索 这一次警察们将目标放在了大楼内部 对大楼内各个房间进行了询问和搜查 甚至是楼梯间水塔这种地方都找遍了 但还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警察也开始对这个女人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原来 这位女子名叫刘慧君 她和丈夫结婚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生活的并不好 他们两个人生育了四个孩子 但是两个人的收入并不高 生活压力很大 而且两个人已经在一年前开始了分居 四个孩子目前都跟着刘慧君 父亲只是提供抚养费 但是由于刘慧君的丈夫只是一名劳工 收入很不稳定 连赡养费也是断断续续的父母 这也让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的刘慧君 生活更加艰难了 就在一周之前 刘慧君忽然离开了家 他告诉自己的大女儿 自己要去朋友家住几天 很快就会回家 十几岁的大女儿并没有多想 另外 刘慧君也是用同样的说辞 来对答自己的母亲的 他的母亲以为他只是太累了 想要出去散散心 便欣然同意了 并且答应帮他照顾好其他几个孩子 没有想到的是 一周时间过去了 女儿并没有回家 收到的却是女儿失踪的消息 在了解到了这些信息之后 警察们开始猜测 刘慧君很有可能选择轻生了 但是在三天的搜寻之后 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最终这件案件只能被认定为失踪案 甚至到了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失踪的两人依然是杳无音信 2016年的时候 刘慧君的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现在的她对于多年之前母亲失踪的事情 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她只记得有一天 母亲带着妹妹离开了家 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她对记者说 当年母亲离开家的时候 她还去附近的寺庙求签 签上说母亲很快就会回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 那一次的分别居然长达八年 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够再次见到母亲和妹妹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她总是不愿意相信 母亲和妹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总是盼望着能够再次和她们相见 她还说 在看到兰可儿案件的新闻的时候 她和家人们都吓坏了 因为两个案件太过相似了 她们都非常担心母亲和妹妹也遭遇了不测 而刘慧君的丈夫多年以来 也一直在私下打探妻子和女儿的消息 虽然以前两个人的感情并不是很好 但是毕竟夫妻异常 妻子就这样失踪了 让她感到非常担心 更不要说还有年幼的女儿 不知道如今 她们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这辈子还能不能跟她再见一面 刘慧君的电梯失踪案 人们做出了各种猜想 第一种说法是 这个案件并不是真正的灵异事件 或者是失踪案件 只是多种方面造成的误会 比如在园林财经大楼 很多人都认为 虽然刘慧君脱掉衣服的行为很奇怪 但是也并不一定就是要跳楼或者是轻生 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嘛 还有假如说她真的想要轻生的话 也没有必要带上自己的小女儿啊 去找朋友的理由也不一定是假的 或许她真的有朋友住在那儿 甚至有人猜测 她既然与丈夫已经分居 很可能已经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此次去可能就是要去找她的男朋友的 或许是由于一些事情 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她才脱掉衣服 假装要轻生 其实是要吓唬一下男朋友呢 而警方之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两个人 也可以解释为刘慧君的男朋友有意隐瞒的 毕竟在警察搜查的时候 还是以询问为主 如果住户坚持说没有看到他们 警察自然也并不会强硬地进入房间里进行搜查 所以很有可能 有个男人与刘慧君商量好要一起离开 故意隐瞒了警察 而他想要离开其实也不是男士 只要等事情过去几天之后 乔装打扮一番 离开的时候自然也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刘慧君在离开以后长达八年 都不愿意联系自己的家人呢 就算是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 为什么要和孩子和父母也断了联系呢 假如说是怕孩子的存在 影响到自己和新男友的生活 那么又为什么带着自己的小女儿一起离开呢 这也是说不通的 第二种说法则是认为这是一桩凶杀案件 实际上有很多失踪案件 在多年以后都会被发现 是被守法高明的犯人所谓 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慈禧阁楼藏尸案 就是一名男子去过自己的女友家之后 就莫名地失踪了 警察和家人四处寻找都毫无线索 一直到十年以后才被人发现 那名男子根本不是失踪 而是被女友杀害之后藏到了阁楼里面 鉴于此 有人也认为刘慧君母女也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而杀害她们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刘慧君的男朋友 男子可能是在争执的时候一时失手误杀了刘慧君 又害怕事情暴露 干脆将母子二人一起杀害 并且采用藏尸或者碎尸的方法逃过了警察的眼睛 这种说法倒是能够很好的解释 刘慧君为什么很多年都不与家人联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